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段惨痛的岁月,才真正懂得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硬道理。 而中国就是这样子的,现如今的中国已是风生水起,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 这么多年来,也自主研发了很多厉害的新型武器。 纯节制,央视公布东风26导弹式射画面,振奋国人这大概就是国人的新春礼物吧。 中国曾经经历过那么痛苦的经历,那一段阵容岁月中,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拼下来的一针一软,用自己的一刀一枪拼下来的每一寸土土地,都是来之不易的。 他们是中国的英雄,而现在中国也是发展的非常辉煌,现在的中国,早已不是以前那个谁都能踩一脚的国家,中国用实力说话。 最近中国新研发出的东风26导弹也顺利问世,这是所有解放军战士的心血,也是所有国人的骄傲,无不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振奋。 而在春节临近的时刻,东风26导弹来了一场真正的试水实验。 解放军战士把它拉到试验地点,得对它进行一次实验,这枚导弹的厉害之处,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。 一般情况下一颗导弹发射出去之后,在进行第二次发射的时候,可能会有点耗时间。 但是它完全不用,因为它的主导弹发射出去之后,就可以立马把次导弹发出去,这样可以把敌目标彻底摧毁,不让其有翻射回旋的机会。 它的厉害之处,真是让国人开了眼。 其实东风26首次出现,是在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,当时的东风26,可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。 但是也算是非常厉害的一项武器了,毕竟在这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项厉害的秘密武器,如今它的问世就是对中国力量的证明。 最重要的是,它的威力,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。 能够研发出这样的大型武器,不得不承认中国解放军战士就是聪明优秀。 除了东风26还有东风21D,这两个都是新型的大型武器,但是前者要更厉害一点,它可以达到射程5000公里,这是很多大型武器都做不到的。 它的射程划算下来,就是可以在中国沿海地带射向美国,如果它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带可以跨过北冰洋,这样的射程光,想想就觉得很远,原来中国的导弹技术已经这么超前了。 这次的试验爆破,简直就是在春节来临之几个国人的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